全身多处血管狭窄了 虽然是多处不用愁 一个名方帮你活血化瘾通络 这个方呢 就是我们活血化瘾的第一方 今天的分享给大家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从事临床工作40多年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可以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我会抽时间来帮你答疑解惑 血管狭窄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边有血瘾了 中医讲呢 有痰瘀有瘀血阻落之后 再加上气虚血瘀造成的这些斑块 斑块多了就会造成血管的狭窄 血管的堵塞就出现了脑梗啊 心梗啊 下肢动脉供血不足 疼痛麻木这些症状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名方 清代名医王清润的学府主义堂 它的主要药物组成就是 穿胸 红花 桃仁 赤勺 结梗 鸡翘 牛膝 当归生地 柴湖甘草 穿胸是血中之气药 对脑血管的动脑硬化 有不错的效果 桃仁 红花 赤勺是活血化瘀的 其中呢 赤勺还具有着清肛火 清涨凉血的作用 结梗 止翘 牛膝这三个药配合起来 是活血通落的作用 整个方中呢 还有当归 它既能够活血又能补血 生地呢 是可以清润凉血的 整个方子既能够疏干 又能活血化于 疏金通落 方子虽好 但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因人而异 随正加减 只有标本兼制 全面调整 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感谢观看